注意看 这是病毒越狱了 凡是碰见他的人 轻者四肢五粒 重者当场死亡 可现在他却出现在泰国街道上 人们被吓坏了 开始四处逃窜 有口罩的还好点 没有口罩的那可就惨了 大胡子直接撕下腿车的膏药 贴到了嘴上 大妈拿出了菜叶捂住口鼻 刚有甚者 直接把水桶扣在了脑袋上 一个小姐姐刚好出门遇见了他 被吓得赶紧拿出了防狼喷剂 可瓶里连水都没有 这可把病毒乐坏了 防疫人员发现了他 这下病毒被吓得四处逃窜 没想到这病毒跑得还挺快 防疫人员追了八条街都没有追上 但这也透支了病毒的体力 于是他装成了水管 没想到一眼就被认出来了 无奈他只能继续逃跑 这次他躲到了垃圾箱后 可防疫人员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他探头的那一刻 又发现了他 他只能拼命的跑 下一秒他就在等红绿灯 没想到病毒也懂交通规则 但等到防疫人员马上要追上他时 绿灯亮了 病毒立马跑上了斑马线 可突然 所以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安全 并且时刻谨记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注意看 小男孩用勺子挖了一勺汤 下一秒 勺子就呲呲呲的不停向外喷射 黄奋液底 男孩使出了大力神掌 也控制不住他 没办法 男孩把他丢进了鱼缸里 盖上盖子 轻轻用力按压 终于制服了他 可抬头一看 一家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脑袋上还点缀了几颗香菜 这不BBQ了吗 可一家人非但没生气 还欢呼了起来 又是擦桌子 又是洗碗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收拾完了 男孩再也不敢用勺子了 就对章鱼动起了手 结果 这滋滋滋黑乎乎的 喷得更厉害了 男孩赶紧去厨房 拿了个盘子盖上 还好及时控制住了 可抬头一看 全家人都变成了黑人 吃个饭咋就这么难 结果一家人更疯狂了 又开始擦桌子 洗碗 这肯定是XX的一家人 都被憋出内伤了 收拾完后 男孩赶也不敢吃饭了 于是就想喝饮料 结果 冰箱也被憋疯了 掉出来乱七八糟 一堆新鲜物资 有鱼有鸡还有水果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冰箱里出不来的 这让本就住在 又急又迫的一家人 更是雪上加霜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头 但他们却快乐极了 不得不说 这个冰箱太神奇了 这是泰国的脑洞广告 你能猜到 他们卖的是什么吗 注意看 一颗流星划过 下一秒 海水瞬间被凝固 随后 沙漠里竟然下起了冰雹 更奇怪的是 城市里瞬间被暂停 地上还被砸出了 无数个大坑 这些奇怪的现象 很快就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为了搞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哈格将军找到了 拥有超能力的神奇四侠 可人家却不愿意帮忙 因为橡胶人和隐形女 马上就要结婚了 人家可不想婚礼变葬礼 很快他们结婚的日子就到了 超人的婚礼非比寻常 无数的粉丝和记者 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甚至有人开着直升机来围观 如此美妙的婚礼 如果不出点意外 那就可惜了 就在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时 意外终于发生了 整个城市在一瞬间突然停电 直升机也随之失去了控制 静止的向观众席砸去 高速旋转的螺旋桨 把现场搅成了一锅粥 橡胶人伸出十米长的手臂 救下了附近的两个人 隐形女赶紧发动超能力 可飞机的力量实在太大 根本控制不住 关键时刻 石头冲了上来 紧紧的抱住了飞机的尾翼 这才将飞机控制住 可危机刚解除 那颗奇怪的流星出现了 霹雳火赶紧追了上去 绝对不能让造势者就这么跑了 可流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霹雳火无法看清她的长相 直到流星静止的穿越一栋大楼时 这才看清楚她的庐山真面目 她正是隐影侠 看样子 隐影侠并不练战 两个人就这样比起了速度 为了追上隐影侠 霹雳火马了一拳凯 可隐影侠却突然停了下来 使出了一招回手掏 死死地抓住了霹雳火的脖子 霹雳火当场蒙了圈 隐影侠也不废话 直接就把她带到了太空中 由于缺氧 霹雳火的火焰很快就被熄灭了 随后被隐影侠扔了下去 幸好霹雳火在空中及时点火 这才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霹雳火告诉隐形女 自己和隐影侠接触后 总感觉身体有哪些不对 隐形女想给她检查一下身体 可刚碰到她的额头 自己的身体就燃烧起来 而且还飘向了空中 霹雳火想飞上去救她 可她竟然变成了隐形人 原来两个人的超能力互换了 直到橡胶人赶来后 让他们再次触碰 超能力才换了回来 随后橡胶人给霹雳火做了全身检查 发现她的分子结构十分不稳定 导致她只要和别人发生肢体接触 超能力就会互换 听到这话 石头人瞬间来了兴致 一巴掌就拍在了霹雳火的肩膀上 随后石头人就变成了普通人的样子 而霹雳火却变成了石头人的样子 她拿起镜子照了照 看到自己的样子后 瞬间蒙了圈 这以后还怎么找小姐姐 可石头人还没玩够 不想和她换回来 霹雳火趁其不备抓住了她 又把超能力换了回来 随后他们在天文数据库里 对隐影侠的运行轨迹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去的那些星球 现在都已经毫无生命迹象了 而整个过程只需要八天 为了拯救地球 必须尽快找到影影侠 他们根据深坑的规律 推算出了影影侠下次出现的位置 可惜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无数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跑过去围观 强大的能量从水下冲击而来 旁边的摩天轮直接被震碎了脑袋 马上就要砸向围观的群众时 神奇四侠出现了 隐形女变出一个能量场 石头人在下面扛住了底座 橡胶人死死的缠住栏杆 这才勉强稳住了摩天轮 而此时 水下的深坑变得越来越大 影影侠身穿金色圣甲 脚踏七色彩云 从水中飞了出来 霹雳火看到赶紧追了上去 结果却撞到了橡胶人的手臂 两个人的能力瞬间被互换 橡胶人变成了火人 而霹雳火却变成了橡胶人 失去了橡胶人的手臂 隐形女根本扛不住 眼看摩天轮就要倒塌 石头人用尽全力将它举了起来 橡胶人趁这个机会 赶紧释放火焰 将摩天轮的断口焊接好 危机暂时解除 可大家却因此 开始质疑神奇四侠 因为他们无法阻止 隐形侠搞破坏 哈格将军非常生气 大骂他们四个 是一群废物 还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新成员 可当神奇四侠看到新成员后 当场就变了脸色 要不是橡胶人拦着 石头人甚至想掐断他的脖子 因为这个新成员 就是之前被他们变成雕像的闪电博士 原来阴影侠飞过城市的时候 让他们从雕像中苏醒了过来 后来还和阴影侠打了一架 虽然被阴影侠一招KO 但却因此获得了自愈能力 而这次哈格将军把他找来 是因为他和阴影侠有过接触 手里掌握着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橡胶人提醒哈格将军 新人闪电博士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但将军却说 相比之下 我更后悔相信你 就这样 神奇四侠和仇人组成了新团队 他们反复观看了阴影侠的录像 发现能量源于他脚下的滑板 如果能把阴影侠和他的滑板分开 就可以轻松打败他 很快他们就研究出了一套分离器 然后哈格将军带着军队和神奇四侠 来到了阴影侠会出现的下一个位置 这次他们分工营却 神奇四侠主要负责安装机械 让阴影侠和滑板分开 而士兵们则负责开炮 轰死阴影侠 就在这时 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狗熊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可石头人不但不害怕 还张开大嘴 跟狗熊对骂起来 没想到下一秒 狗熊竟然被吓跑了 而阴影侠女就没这么幸运了 就在他安装机械时 阴影侠竟然提前出现了 可能外星人也喜欢美女 阴影侠也不说话 就这么盯着阴影侠女一直看 阴影侠女为他为什么要毁灭地球 而阴影侠侠却告诉他 自己并不是毁灭者 就在这时 军方不顾阴影侠女的安危 竟然朝这里发射了一枚炮弹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阴影侠不但没跑 还将阴影侠女护在了身后 眼看导弹就要飞过来 他抬起脚下的滑板 下一秒 滑板竟然将炮弹吞进了肚子里 将军下令继续开火 可那些炮弹不但伤不到阴影侠 而且还被他摧毁了 一大批发射器 这些特种兵在他眼里 就像一只蚂蚁 就在这时 阴影侠女终于把机器安装好了 随着橡胶人按下了启动键 受到干扰的阴影侠 瞬间变得软绵绵的 从滑板上摔了下来 随后被打来的闪电博士击晕 就这样 阴影侠被军方关进了实验室 神奇四侠要求参加审讯 可将军却拒绝了 这个自负的男人还不知道 他的小命马上就要没了 神奇四侠回去后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因为阴影侠说自己并不是毁灭者 这也意味着危机并没解除 于是他们决定 让隐形女偷偷潜入神讯室 亲自问问阴影侠 这一问明白了 原来阴影侠的主人是星球吞噬者 专门吞噬星球获取能量 他之所以注重为虐 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星球 而他的滑板就是一个信号源 吞噬者很快就会根据滑板的位置找到这里 知道真相后 神奇四侠决定去找哈格将军 让他把滑板扔出地球 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就在刚刚 闪电博士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不仅打死了哈格将军 还抢走了滑板 如今在滑板能量的加持下 他的战斗力提高了一百倍 连神奇四侠都不是他的对手 橡胶人告诉他 如果不把滑板扔出地球 大家都得玩完 可他根本不停 为了永远霸展滑板 他向隐影侠出了手 隐形女赶紧用护盾帮忙抵挡 可他却低估了闪电博士的战斗力 自己被钢管刺穿了身体 等大家赶来时 他已经快要步行了 而此时吞噬者已经到达了地球 没时间了 必须速战速决 他们将四种超能力都传给了霹雳火一人 随后霹雳火对闪电博士发起了进攻 拥有四种超能力的霹雳火 战斗力直接拉满 打得闪电博士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同时 吞噬者已经进入了地球大气层 影影侠看着奄奄一息的隐形女 内心被深深的触动 他伸手招来滑板 似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先用滑板的能量救活了隐形女 随后踩着滑板冲向了吞噬者 但是吞噬者的风暴过于强大 他根本无法靠近 关键时刻霹雳火飞了上来 在霹雳火的助推下 影影侠成功地冲进了吞噬者的体内 他告诉吞噬者 自己不会再做他的奴隶 并且要跟他同归于尽 随后影影侠的身体发出了黄色的光 随着一声爆炸声后 乌云散去 吞噬者就这么被消灭了 随后城市的霓虹灯亮起 奄奄依稀的隐形女醒了 就连霹雳火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他再也不用担心和别人互换超能力了 故事的最后 橡胶人和隐形女在日本举行了婚礼 和上次一样 没当神父把话讲完 橡胶人的手机又响了 他们接到了新的任务 神父心领神会 为了不耽误他们拯救世界 连证婚词都省了 直接跳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石头人给他们送上婚戒后 神父随地宣布了 他们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 但新娘却表示 扔花环的时间不能省 就在手捧花扔出去的一瞬间 石头人叫醒了霹雳火 结果意外发生了 鲜花瞬间烧成了灰烬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可能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隐影侠到底死没死 在这里 我明确地告诉大家 他活得很好 因为在片尾的彩蛋中 飘在太空中的隐影侠 又睁开了眼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这只绿巨人 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 只能靠喝水虚命 突然 一只小羊闯了进来 哎呀 天上竟然掉下了馅饼 巨人抓起小羊就闻了闻 嗯 这一想 就打算做烤全羊 但他绝对想不到 这个小羊可不简单 巨人开始切菜 将猪大的小羊丢进锅里 盖上盖子 再推进烤箱里 就等着享受美食了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锅里的小羊已经钻了出来 还找到了逃生的办法 就在巨人准备餐具的时候 烟囱却掉了下来 原来是小羊想要逃跑 可没想到 掉落的烟囱 居然滚到了巨人脚下 巨人更生气了 将他丢到了板子上 决定先解决了他 就在马上要落刀的那一刻 屋顶竟然塌了 为了保护心爱的茶具 他放过了小羊 聪明的小羊立马察觉到了巨人的弱点 于是他跳上了摆台 一个 两个 将巨人心爱的盘子都打碎了 这下巨人狂躁了起来 发誓一定要抓到他 可小羊却跳到了水桶旁 玛丽的咬断了捆绑的绳子 完了完了 沉住了水桶 把房子都砸漏了 小羊又跳到了巨人 最最最爱的茶具上 将茶具也踹了下去 巨人的心都要碎了 心爱的东西都没有了 家也被砸得稀巴烂 简直太倒霉了 但美运总是和幸运相伴 因为小羊并没有逃跑 还推来了巨人的咖啡 让他消消火 茶具并不是巨人最想要的 其实他更想要一个人陪伴 于是巨人瞬间开心了起来 还和小羊喝起了咖啡 突然小羊的妈妈闯了进来 原来刚刚是贪玩的小羊 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才意外砸到了巨人家里 巨人失望透了 他知道小羊要走了 但小羊却示意巨人出来 巨人开心极了 就在这时 巨人的房子突然倒塌了 小羊竟然意外救了巨人 从此他们三个 获胜了幸福的生活 怪我 小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